春秋五霸中的晋国 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超级强国 像秦国也只能跳跳做二流之国 但是为何脑牌大佬晋国却在春秋末 发生了三家分镜的悲剧呢 遥想当年 晋文公和晋香公两户子几场漂亮的大仗 楚国 秦国等诸和国皆是手下败奖 拯救中原霸主奠定了晋国在春秋五霸中最强王者称号 可是圣极必衰 之前风光为后来买下隐患 晋国最终败在自己手上 公元前678年 宗族势力崛起 发生了著名的曲卧带翼事件 从此晋国国军部被自家亲戚给整怕了 开始打压宗族 倚仗加成 晋平宫以后 晋国半 中杭 智 韩 兆 魏 六情之间激烈地挽起了大风 晋国已成了镇板上的瓜 坐等被封瓜 最后公元前453年 韩 兆 魏 三家笑到最后 晋国解体被一分为三 三家分镜成为了那个时代 礼工乐坏的标志 自此春秋也进入战国时代